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最近勒令福特公司召回超过20万辆在2020年到2022年出厂的福特探险者休旅车 原因是该车型在上坡停车时手刹车可能失灵导致会滑动 且该车型后轮轴螺栓亦容易发生破裂情形导致车辆失控 全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表示福特公司将会承担召回维修费用 而维修项目将包含更换后轮轴螺栓以及橡皮轴衬 福特公司将从11月起向车主寄出通知 由于之前福特公司就经历过多次召回 其中包括大量召回F150型号皮卡引发不小的风波 而此次的召回数量更是达到了23万8000辆 也令不少业界人士感到困惑 但幸运的是福特公司表示零件故障问题至今都没有造成伤亡事件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本集结结结果